第三節 我們繼續講香港保衛節 剛才我們off mic之後 陳博士說那些地道有英國街名 聽了一個小小的故事 有些有趣的東西 小拆曲 剛才有提到在地下公事裏 現在都在維積公事裏 有很多用倫敦街道命名的通道 話說當時為何用倫敦街道命名 因為方便英國指揮官調度 有些親切感 因為那些南北西東 大約跟回英國地圖 的確那條街大約在倫敦北面 這條街在倫敦南面 想著這樣做就很方便 怎樣用起來有什麼問題 因為當時駐守的時候 很多人不是倫敦人 他剛才所說的成份很複雜 五湖四海里 你一個印度人 你怎會去過倫敦 威靈頓街 走這個 威靈頓街 那裡不是 他都不懂得走 結果就很慘了 結果成為了一個溝通上的障礙 這就是一個關於當時的戰鬥 一些小小的插曲 就是習牌軍東征五成 他都不熟 好了 九龍半島其實很快就失陷了 是 結果所有的英軍都撤退香港的本島 港島 港島 那日本人是怎樣攻這個港島呢 當時來說 根據當時的材料顯示 九龍淪陷了之後 有兩次 日軍就派英國人 就是派他當時的英國人 過來勸航 先勸航 當然不投降 楊武奇遊老虎也不投降 要打到一兵一進 然後日軍就要渡海了 渡海來說 其實主要的戰場 就是在當時 就是今天的里原門 就是魔鬼山 當時是一個砲台 因為在那裡 他離開今天的柴灣 這個地方 就是里原門口 是最近的最短的 另一方面 就是在今天的九龍城 就是派一個軍隊 就是希望在北角 在今天的北角 登陸 兩條登陸的路線 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戰場 但是呢 也是這樣 在當時來說 由於港島的指揮總部 就在赤柱 就是今天的赤柱砲台 就是在港島的東面 而當時來說 港島東面 也有很多主要的砲台 譬如說今天 我們看到海防博物館 在這個里原門 這個沙幾灣里原門 這個是海防博物館 以前是一個砲台 今天的里原門的度假村 其實這個是當時的一個軍營 是 加拿大的派遣隊 就在那裡 住宅 住宅 和受訓 還有一個 就不可以忘記的 就是說 在里原門度假村 一條小路走過去的 今天小西灣的地方 這個就叫做小西灣砲台 當時來說 這三個砲台 這三個軍事的地方 是互相之間掩護 希望盡量減少敵人可以回船的 空間和盲點 當時而言 入軍希望從魔鬼山那邊 渡海 登陸廣島 那裡的戰略打得很慘烈 因為小西灣那邊的軍隊 十分之英勇 而且其實那些 機關槍和大炮 十分之先進 大家看看地形都知道 可以是一個弧形的線 一路炮火向火的方向射 還有聽軍事專家說 由於那裡 英軍在那裡已經做了幾個調教位 調教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機關槍和炮 一開就去過位 就不用試炮 因為一試炮的話 就會浪費了很多的彈藥 所以他的命中率是很高 而日軍在那裡 基本上傷亡是很慘重的 先後兩次登陸不成功 又再撤退回去 又再試過登陸 這個就是李縣門 這個登陸字 但是呢 另一線呢 在北角那邊 就比較順利 在九龍灣那邊 即今天九龍灣那裡 對不起 因為九龍城 九龍灣一帶 土瓜環 那帶 即是土瓜環 機場跑道 茶谷 那帶 夜晚就靜靜地去木佛 就在那裡登陸 因為呢 之前呢 之前一天 他已經是向北角那邊 打到比林寶龍 有空襲 夜晚再登陸 那邊的守軍都不太清楚 在北角那裡 就成功登陸 那一成功登陸的話 那時候呢 將港島就切成兩邊 其實都挺可惜的 因為其實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能夠登陸的一個轉列點 就是說 是一個油庫 是 被炸了很多煙 就上來 導致在港島山上的那些士兵 就看不到 對面了 對 看不到對面 所以就成功掩護了 日軍的登陸 有兩個地方 黑煙 第一就是那裡有一個 北角的油庫 應該是顯殼的 是 另外就是一個橡膠廠 是 橡膠廠一炸 那些膠一燒 那些煙更厲害 那些油公司的油股 沒錯 所以就是 遮天閉日 在環境之下 變成守軍也看不到方向 所以就是 香港島 一邊就沒有了 就是這個東邊 東邊就沒有了 應該這樣說 就是 先切成兩半 對 在北角成空得陸之後 就切成兩半 對 沿黃泥沖的那裡 這樣切成兩半 對 如果今天看回那些道路 都是一樣的 在北角 就可以上半山 然後直指 可以兵兩路 一邊就向著灣仔那邊去 另一邊 就可以沿著大潭路 一直轉過去 打這個 所謂的尺柱的地方 如果在北角上去的話 就可以去到今天的司徒拔道 那裡 所以就形成了 東邊打得很激烈 因為指揮部 就是在那裡 在香港保衛戰裡 有一個金馬倫山戰役 那個是很慘烈的 如果今天看回一些古蹟 在司徒拔道 轉上去 就是向著東邊走 上車 然後轉到一個 香港仔和淺水灣那裡 叫做五叉路 其實那裡可以走五個位置 那裡其實有兩個地方可以看到的 第一個地方 就是當時羅心准將的指揮部 就是現在有標誌的 就是一個被樹木蓋住的指揮部 今天仍然還在 另一個就是聖約翰救傷隊 當時那些志願者在那裡 在那裡犧牲的紀念碑 因為當時來講 聖約翰救傷隊在那裡 救護了很多英國的士兵 也犧牲了很多人 這兩個是值得我們去懷念的 一個憑調的地方 那 有位網友叫郭錦成 郭錦成 他說本人是漁民 我漁民都聽 他說聽長輩說 出去撈魚的時候就沒事 回來香港 港口全部都日本 戰艦 戰艦的長輩的親身經歷 就是這些老老輩的 漁民 出去的時候卯輸 回來就 是 本人的藍者就 我記得小時候 我也聽過 去非法譜聽師傅說 描述當年那幫加拿大的士兵 我們今天當然覺得 他們的戰力很差 他們當時也有個評價 真的訓練是比較落後 他們連槍都不會描 很小而已 十八九歲的年輕人 兩個星期的訓練 其實說真的非常不足 也很不公平 如果這樣就說 因為別人面對日軍 已經中橫了中國 已經打了那麼久 對 老軍人 找一群年輕人 那群年輕人又訓練不足 你找他們做炮灰 所以掩然這個事跡 就成為了香港和加拿大人 兩地人民的一些聯繫 加拿大人為香港的防衛而犧牲 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說到香港保衛戰 其實我們都歡迎朋友 打電話進來 電話是2892-7841 2892-7841 分享一下你們所知 以及你們的經歷 有很多長輩 當時都可能經歷過 三年零八個月的 一些辛酸的時間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跟我們聊聊 好了 在香港淪陷12月25日 就是這個聖誕節 就是黑色聖誕 我們經常說 前兩天 邱吉爾還打電話過來 說你們繼續跟我撐下去 真的好笑 真的 你們打得好 香港要你們守衛 你們繼續跟我死拼下去 千萬不要投降 陰家餐講完不夠幾天 就投降 投降 在哪裡投降 就是半島酒店 沒錯 簽下這個韓書 所以都挺可笑的 之後又提一下 因為在香港的戰役裡面 最後的一個防守點在哪裡 就是今天的淺水灣 當淺水灣失陷之後 當時的英軍司令 就跟楊武奇說 跟當時的總督楊武奇說 我們要跟日本人簽訂紅書 停止戰鬥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聽前老師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張愛玲 她寫《傾城之戀》的小說 其實她有一幕 就是寫在淺水灣 最後日軍攻進來的一些描寫 男女主角之間的描寫 原來應該是根據她的回憶 沒錯 郭先生打電話進來 是 好 請請進來 剛才漁民那位是嗎 是 郭先生你好 是啊 我本身就是那個漁民 我這60歲 聽了長輩說 已經日本人打香港的時間 出去拿魚就沒事的 回來的 全港口全部都是日本軍艦 水域全部都是水雷 水雷都裝了 就是你的漁民都很難進來 裝了 你一不小心 一碰到就爆了 整個船都裝了 當時 你進去香港 那些日本人隨時促了 十歲八歲 整個漁民都穿著 拿著手掌 整個漁民都穿著 整個漁民都穿著 這麼慘 非常殘忍 那時日本真的很離譜 所以我也有參加補釣 那些事情 我本身也是人民力量的人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這位郭先生 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我們繼續說 因為 其實 當楊茂奇簽了航書 守在赤柱的軍人 因為當時通訊都很差 他們不相信 是 因為赤柱未打完 而收到 是 繼續打 也很慘 大哥 你現在不能打電話打他 大哥 我們投降了 你不要打了 他們都不知道 不相信 英國人會簽下航書 繼續打 也不知道犧牲了多少位士兵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還有沒有補充下去 沒事我們就說這個 陳冊將軍 陳冊將軍 陳冊將軍和東江中隊 好 有沒有補充 繼續 說這兩個 因為香港輪陷了 到陳冊將軍出場了 香港輪陷了 當時有一個叫反鄉運動 因為香港都很亂 第一 第一很亂 第二食物不夠 日本人也不想有這麼多人 因為中國的打仗 很多廣東沿岸的人都走到香港 當時香港有百多萬人 在那個年代有百多萬人 日本真的覺得這麼多人 我都很難搞的 所以就鼓勵了一個叫反鄉運動 就是你那些人 不如回去吧 這裡這麼難問吃 你都不要搞這麼多 所以有一個反鄉運動 三年來八個月裡面有六兩四米 四兩六 六兩四 六兩四 總之很慘 衛生環境又差 食物又不夠 因為我也聽了一位叫李廣臨 這個廣臨叔就是 現在的糧油食品的 一個協會的理事長 他經歷過那個家人 我也跟他很熟 他就說回那段歷史 就說罐頭 罐頭在那個年代 是一個非常珍貴的食物 尤其是外國人 因為外國人來到香港 不知道吃什麼好 又不吃得米又不吃 罐頭他們很喜歡 但是這些罐頭 你千萬不要被日軍發現 一發現 無論是米或罐頭 都沒有收 所以在那個年代 只要你有罐頭 有大米 有白米 你基本上都可以發國難財 所以在那個三年來八個月 真的很慘 另外我們要提到 軍票 是 最初就是一元 一元日 這個軍票就換兩元港幣 到後來一元就換四元 是一定要你換 有些傾存家之力的財產 就換了軍票 所以現在 後來有一個叫香港撒償協會 是 是 這班老人家 現在都很垂垂老耳 他們可能 有幾多萬 幾多十萬 軍票 就得物無所用 是 但是當年真的是 白花花的港幣 絕對是一個 日本人去掠奪 香港創服的一個手段 是 後來香港撒償協會 又去告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又不理睬了 所以都很稀奮 是 因為在1995年的時候 我和阿牛 是 去這個 紐約 聯合國總部 抗議日本 申請成為上任理事國 是 跟了兩位老太太 兩位老太太 她主要是 跟我們的主題沒什麼關係 不過 她們擁有大量的軍票 她很想跟我們一起 將軍票展示出來 展示在世界人面前 日本人 當年拿我的軍票 換了港幣 我現在還擁有很多軍票 我有些朋友 拆九龍城 因為九龍城 整個城牙拆光了 還可以發現幾箱幾箱的軍票 每一箱的軍票 我都不知道幾十萬 如果那些 就算一元對拍一元 也要花很久 在那個年代 但是 日本人 除了精神 肉體上折磨你之外 連你的家產 都可以一夜之間 手掛手掛 三光政策 煞光燒光 搶光 就是採取三光政策 所以 這三年零八個月 真是 經歷過那段時間的人 都很慘 是 好了 我們又說一下 先說陳策將軍 剛才有位網友都說 說陳策將軍 我們一定說 陳策將軍 當時是國民政府 也是國民黨 派到香港的 支部總書記 也是 有電話嗎 這個圖片 陳策將軍 單腳的 所以又叫做獨腳將軍 這位陳策 英勇 因為 有一天問 文英軍 他說 你們誰想走 我 帶你們走 當時 1、2、3、4、5、6 大家數 二十多個跟他走 他就 找一隻炮艇 駕著炮艇出去 那在哪裏等呢 就是現在 現在 還在那裏 中環亞細亞行 就是在渣打銀行的後面 可能門拆掉了 亞細亞行 說多一點 就是遣殼的寫字樓 那就是今天的 雪廠街 對出來那裏 是不是渣打銀行總行 後面來的 後面來的 有一棟 大概六層高的建築 那裏 亞細亞行 就是遣殼石油公司的 一個總部 香港總部 在那裏等 如果你們想走 就 不知道幾時幾日 我忘記了 在那裏等 我就帶大家出海 因為 現在 搞得這麼入 佈公碼頭大會堂 去到 路易電那麼遠 就是填了海 以前亞細亞行 就外面了 可能又是海 一下去就是船 好了 駕著炮艇 去到哪裏呢 去到哪裏就被日軍發現了 是不是你圓門了 就被日軍發現了 就說又槍又盛 有英軍又中彈 當時有人死 有些人打到鋼龜 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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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 有些人繼續上去重慶 所以英國人為了表揚這位陳冊將軍 就封了一個騎士勳章給他 我們展示了圖片 騎士勳章 都很威風 這個騎士勳章 都很厲害 變成在英國人裏面 都覺得這位將軍 都幫他們英軍 都 就是軍官 都不是士兵制 軍官 都幫助他們離開了這個險境 所以陳冊將軍都見下一大功 為了中國軍人 那種氣節 是 好了 時間又不太夠了 我們講完這個 國民政府 國民黨方面的 我們講了共產黨 這個叫東江中隊 東江中隊 他們活躍在西貢的一帶 所以大家去到西貢的 散石灣 就是斬竹灣 那裏有一個叫做 中國抗日英雄紀念碑 斬竹灣 斬竹灣 我也有照片 去看看 這個 這個 不是很久 起了 大概都是十幾二十年 都很新的 聯絡站 除了西貢之外 其實 元朗也有 主要的活動範圍 主要的活動範圍 就是烏膠騰 西貢 那一帶 元朗那邊都有 交通站 因為 東江中隊 是完全受中國共產黨指揮的 在這之間 坐上 那一旦 上面